《大自然之間》 我覺得城南是跟大自然之間 有可能找到一種和諧共生關係的地方 寶藏沿河場主上這種居住人與人的關係是非常緊密的 台北城南是一個溫柔而且充滿朝氣的地方 在這裏面的大自然可以進來的機會 比起市中心 這邊對我來說更像一個就是三邊的小村落 比較多大自然可以進來的機會 我們常來這個地方做一些採集的活動 那我覺得採集這件事情很重要的 很古老但是我覺得也很重要的一個技能 需要去觀察跟了解 注意到這附近的環境 去意識到自己還有大自然之間的關係 比較常採的東西會是愛草、桑葉還有大花仙蜂草 像是日常的泡茶或者是自己在煮一些藥玉上面做使用 我最有感覺的部分是這邊的自然生活空間 生活中其實有非常多跟自然有互動的機會 然後讓我們可以去連結到這個世界 我們跟這個世界的關係與責任 城南有可能是台北這個城市 跟大自然之間找到一種共存共榮 這樣平衡的地方 我創的內容其實跟社區聚落還有歷史人文是非常多有關係的 那我也很喜歡聽人們去講述這塊土地上面過去發生的這些事情 當我瞭解的時候我發現我對這個地方就產生了很多的情感 所以要創作作品的時候會去拜訪當地的居民 收集他們的故事作為創作的基底 都市裡面很重要是一個公共的空間 然後人們可以在那邊就是相遇 可以建立更多更多的一些連結跟友誼 那我覺得城南有這樣的條件 那而且還保留了幾處非常傳統的眷村 反而是有很多的相聚的空間 所以呢我想 城南是台北最適合人居住生活還有工作的地方 我從小就出生在城南 那我在這裡長大在這裡念書在這裡生活 我 我常常覺得我整個生命跟城南是密不可分的 城南對我來說最迷人的還是 他的人跟文化開放的自由的 他們每一個都是很有趣獨立的個體 他們是推動這個社會前進非常重要的一批人 那是文化思想跟藝術上的前景 每次當我走過溫羅丁的時候 我都還是會發現驚喜 前方難免有風浪 前方難免有風浪 可以害怕 勇不叫城牆 请你也成为谁的太阳 在每一个季节为它暖暖发光 愿你依旧轻盈个床 忘了忧伤像孩子一样 带着好奇的心和你的善良 忘了忧伤像从前一样 因为我是靠生命经验在写歌的 因为这个地方才会有这样滑稽 在城南人是自由的 因为人的自由 所以会发生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在城南人是自由的 在城南人是自由的